好,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独立商店的一个自开发课程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讲我们EC-shop的一个主要数据图表的一个介绍 那么总共的话会有这么9张主要的表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9张表 首先打开我们数据图管理软件TD 大家去下载一下这个软件还是很好用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文章表 文章分类表,购物车表,商品分类表,商品表 费员表,订单详情,订单商品,还有我们的商店设置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文章表跟文章分类表的话 没有什么特殊的 Cart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这一个购物车表 然后是我们的商品分类表跟文章分类是一样的意思 有什么特殊的 看一下文章这个固子表 那我们这个固子表的话就是商品表嘛 然后它会有一些负分类的 负分类的 不是有一些负表 像这一张的话就是我们的像一些活动的 活动的一个描述 活动的一些商品表 然后这一个就是商品关联文章 对不对 就是你这边商品会有一些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后台添加商品 添加商品的时候 之后这边会有个关联文章 关联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的 诺基亚会关联一些文章 就把它选中 选中 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 这个的话是商品的一个属性表 那我们也是添加商品 这边会有一个商品的属性 比如说你是一本书 那我书的话会有作者出版社等等等等 或者这种的一些东西 这个的话是goose cat 就是我们商品的一个分类表 那这个表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商品的主表 这边会有一个cat id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张独立的表 用来存放我们的cat id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添加新商品 这个分类的话 商品分类的话 就是在我们主表的这一个cat id 然后这边有个扩张分类 对不对 你的手机 又是双模手机 又是3G手机 又是GSM手机 那这些副分类的话 就是存到我们的这张表 goose cat表 然后这边有个goose cat 就是我们的商品相册表 在这 商品相册 每一个商品呢 会有很多个小图 也是这种 这个呢 就是一个商品相册的一些图片 一个商品对应多张 一个商品对应多张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goose type goose type的话 就是商品类型的 在这个地方 商品类型 我们这个网站的话 卖书 卖音乐 卖手机 卖笔记 总共有这么一些分类 如果你需要新的话 在这边添加新的 商品类型 有一个要说的话 就拿书来挤例吧 它每一个类型都会有属性 书的属性就有这么多 书的属性就有这么多 我简单介绍一下属性 属性名就不能说了 书的比如说作者 是否能通过检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双模手机 好 这边有个检索的东西 这边有个检索的东西 如果说你选择 可以搜索 关键字 或者是范围检索 范围检索是什么意思呢 范围检索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就叫做范围检索 选择范围检索 或者是关键字 检索是什么意思呢 关键字就是这一个 黑色白色金色 这一个都是一个关键字 对啊 好 然后呢 是否相同属性的商品 是否关联 这个你可以选择是 也可以选择不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黑色的书 我书皮是黑色的这个属性 所有那个黑色书皮 选择属性的那些商品呢 都可以关联起来 关联的话在哪里关联呢 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关联商品 如果说你选择的话 这边会自动关联相同属性的一些东西 再看属性是否可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这个唯一属性 唯一属性的话 就是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介绍 选择当选 复选属性的时候 可以对商品的属性 设施多个值 同时能对不同的指定 不同的价格加价 比如说你 iPhone 6s 现在很火的 对不对 iPhone 6s的这一个 土豪金是5000块 然后玫瑰金的话要5200块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不同颜色 不同属性 对不对 就会有不一样的价格 用户购买商品时 要选定我们的这个属性值 如果选择唯一属性时 该商品属性只能作为一个设置 用户只能查看 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东西呢 选择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手机 好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当选属性 因为这个是当选按钮的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负选属性呢 再找一个 这个也是当选属性 对吧 这个诺基亚的 看一下 全部都是当选 负选属性一定也会有的 当选 配件会不会有呢 配件没有 耳机 也没有 没有的话没关系 那后期开发有遇到 我在跟大家说是什么情况 这边就有一个负选 对不对 这是配件 配件不一样 配件的意思在哪里呢 配件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你手机肯定有相关配件 有我们的耳塞 有我们的充电器等等 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手机配件 这是在这边可以添加的 在这边可以添加 好 刚才讲到商品类型 对吧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商品类型 好 负选属性的话 没找到 没找到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当选属性 是一个道理的 只是比如说我可以买多个 我的属性可以选择多种 比如说什么产品 可以选择多种属性 我想想 咱们这网站是 暂时只卖手机 还真有点想不起来 好吧 还是那句话就是开发到 我再跟大家讲 然后 选择唯一属性的时候 用户只能查看 比如说哪个是唯一属性呢 商品属性 这个 这种属性呢 就叫做唯一属性 用户呢 只能看 就是不能选择 不能购买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唯一属性 手工输入 或者是从这边选择 或者是我们 多行文本 也是自己要手工输入 手工录录 多行文本 都是 除了那一个输入宽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这个的话 具体到时候看一下 会不会给大家 再详细的讲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大家要多去用一下 每一个都点一下设置 然后再前来看一下 有没有效果 就是这么来设置 接着来看 goose type 现在已经goose type 已经讲完了 再看其他表 user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会员表 对不对 会员表的话 这边也会有几张副表 这一个的话 就是跟一些第三方整合的表 我们看一下会员 看一下会员 会员整合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说有整合的话 这边有一些信息的话 就会被记录到我们这张表 这张表一般不用 像这些功能 我几乎是没有用过的 因为你商城去结合论坛 这个模式已经也比较古老了 而且现在论坛 备案可能也比较麻烦一点 论坛维护成本也非常高 如果说你用discuss 维护成本也是很高的 这边有个用户的address 就是用户的收货地址 管你 一个用户可以有多个收货地址 就是要独立张表 这边有一个用户的红包 红包就是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发红包 在这个地方红包类型 我们可以发放一些红包 就是发放到这张表里面去 好 就是说feed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跟会员相关的一些 会员价 一些会员价信息 然后有个usrunk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用户级别 跟用户会员价吧 这是一些用户级别类型号 达到多少就能达到什么级别吗 然后什么级别会有什么样子的优惠 比如说是刚注册是不打折 如果说VIP的话95折 代销用户就打9折这样子 显示这个short price的话是适合显示会员价 示范显示会员价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显示会员价是多少 注册的那个用户的价格是多少 是在那个地方可以显示 好 那这是我们的user表 然后再看我们的order表 order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订单表 订单详情 这边的话订单详情会保存我们的订单号 收货地址 收货人收货联系电话等等等等 主乎方式 这些是一个订单的基本信息 然后订单基本信息完成之后 我们肯定每一个订单都会记录它的订单购物商品 像这种141414的都是同一个orderID的 这个就是同一个订单 就是同一个订单下的一些商品 好 这是我们的ordergoose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orderaction 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一些操作 后台操作或者是买家操作 它可能是退货什么东西的 就是这么一些操作 那这一个具体操作的话 大家得去熟悉一下 就是一个完整的下章油层 大家得自己去熟悉一下 然后最后一张表是我们的shopperconfig 我们看一下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shopperconfig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有商店配置项 所有商店配置项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商店设置 我们的标题 标题什么东西的 那我们大概得说一下这个结构 这个到时候肯定也是要讲的 这一个print id print id就是这些id嘛 这些全部为0的 这些全部为0的意思 然后这一个type为group的意思就是在这 shopperinfo就是我们的网店信息 然后有个base就是基本设置 然后display显示设置 对吧 然后shoppingflow 我们的一些购物流程 反正就是group 这一个group 这一个东西的话 就全部都是上面这些设置的 然后大家发现我们这边是有中文显示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中文显示 有任何中文显示 这边会有一些值 有一些值 不管它 这些值的话 其实就是这些值嘛 我们设置好的这些值 就会出现任何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些中文的名称是如何来调用 这时候我大家给大家复习一下 不是 预习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语言包 语言包就是在这边 我们是中文简体的 所以是中文简体 然后我们是在后台 adme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找到adme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商店设置 商店设置是我们的webconfig 好我们右键在新标签页打开这一个 这边有个shop config 那shop config打开之后 我们要找它的语言包 就很简单了 在我们的语言包中文简体 所以后台的语言包下面找到我们的shop config 这个文件 稍等一下啊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有我们的这一个什么 基本设置啊 显示设置 网店信息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语言包结合我们后台设置的一个作用 其他就没有了啊 就这么九张表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去知道就好了 一定要记住啊 然后其他表的话就看自己有没有需要了 投票啊 像这个表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表不知道是什么啊 让大家看一看 如果说大家需要知道全部的是什么意思 或者有空去看的话 去百度搜一下ecshop数据库字典啊 在这边我之前已经搜过了啊 这边会有一些网易博客公布的一些数据库字典 看一下啊 这个太乱了 百度文库 那有这么多啊 有这么多 大家百度找一个适合自己啊 这个是ecshop的官方金牌会员啊 是它下面一个会员共享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会对每一个字段进行一个字段说明 好 那这个 这节课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介绍了一下主要的一些表啊 作业的话也是熟悉一下你的数据库结构啊 因为你如果不熟悉后期的话 开发起来还是会有点吃力啊 当然开发是需要经验的哈 不管你多熟悉都是要先做一些实证才能很熟悉啊 那我们这节课就这个样子 感谢大家的分享 感谢大家